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会在处理过程中不要让它影响到某个道路或某个通行的环境 那我们尽快地把这些问题把它排除 市长谢果良坐证在应变中心三天与各单位共同努力 针对与民生 交通 经济相关的案件持续追踪到结案为止 目的就是希望整合所有的力量 让市民朋友能够尽速恢复正常生活 共同拼经济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基隆浪取嘉年华7月27 28两天将在八斗子渔港的碧沙博区热闹登场 市长谢果良带领产发处长林鼎超跟文化观光局局长江婷梅共同宣布 特别邀请十四组强大卡斯轮番献唱 其中出身基隆刚获得金曲奖最佳原著名语歌手奖的五四爱 特别来到记者会中为活动宣传 所以就会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是 很希望更多的基隆在店的年轻人都留在基隆 然后像刚刚市长有提到说 音乐再来就是基隆会有音乐的基底 我都会觉得想说 我怎么不是现在才出生的 没关系这个时候还来得及 因为我们有最佳的原著名语歌手的五四爱 可以正好就是我们基隆市音乐城市的最佳代言人 对不对 这也是我们的荣幸 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就有说年终要加开一场 那小爱爸爸实现我们的诺言 而且这次在世外 世外也许就有一些天后上的一些不确定性 不过是因为夏天 即便夏点小雨 反而可以这个疏解一下 这个夏天的这个暑气 那我们欢迎大家 7月27号 7月28号这个周末 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卡斯是不输我们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的卡斯 我们也有信心让上万名的这个基隆 及全国各地的民众 好好来基隆跟我们同欢同乐 基隆浪取嘉年华7月27号晚上 也将在渔港释放主题烟火秀 搭配80摊的山海市集 让市民朋友跟外地游客 一起来海边享受音乐美食 爱上浪漫的基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别出席这个典礼 一起跟教育部常务次长林滕娇 恭贺海科馆能够获得 美国国家海洋继大气总署资料 亚洲独家授权 他认为是海科馆与国际合作的创举 感谢海科馆馆长陈素芬的努力经营 那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签约典礼 那也是看到我们NOAA跟这个 SOS教育资料收集的这个使用仪式 这个对海科馆来说 相当的难得 相当不容易 也是一个国际合作的一个创举 是不是大家可以给我们海科馆一个掌声 海科馆在我们前馆长的领导之下 那么也是大力的推动海洋科技的一个教育 同时也能够积极地促进这个国际的一个合作 这个交流 那这一次能够跟美国的国家海洋纪大气总署 NOAA那么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分享市府今年引进加州伯克莱分校课程 提供给基隆的高中生学习 这也是全国首创的教育国际合作案例 另外他也预告市府与海科馆将在8月推出AR恐龙园区 将提供游客很特别的观光旅游体验 这个课程的名称叫做RAW Academy 这个部分现在也是市容市政府唯一跟UC Berkley 来合作所达成的一个国际合作 那海科馆跟本市也有很多的合作 我们最近在8月也会推出有AR的恐龙园区 这个AR的恐龙园区对于这个全台湾 或者北台湾的一个家长跟小朋友来说 我相信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我们利用潮进公园的山海地形 跟最新的AR科技 还有现场的实体的模型 给孩子一个很不一样的观光旅游 跟生态的一个探索的体验 这个也是我们跟海科馆大力合作所完成的 基隆海科馆目前已经是台湾重要的海洋教育场馆 基隆市政府未来也会在教育娱乐 跟亲子旅游等领域 继续跟海科馆携手合作 并期许有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观世音 佛祖陈道日 借用慈云市大殿信徒陆续来参拜 凯平台风来搅局 信徒趁着风雨比较小 前来丧香祈福 每一年的这个时间 台风耶 没有台风啊 过去庙里有开我们都还是会过来 观世音 佛祖陈道日 慈云市每年农历6月17到19 相当热闹 广场前准备了点心 让信徒享用 只是头一次遇到台风来搅局 原本绕近活动改在广场前举办 一年一度的佛祖诞辰 农历6月17 6月18 6月19 这是慈云市一年一度 算是最盛大的活动之一 那因为台风搅局啦 为了安全起见 所以我们邮街呢 这个佛祖出巡 这个就暂时取消 但是呢 在庙里面的这个祭拜 圣内祭拜 以及我们特别有邀请到 这个常星 来为我们五龙五师 来为佛祖祝寿 这个还是正常举行这样子 那也希望各位信徒呢 能够台风过后呢 能够还是来跟佛祖 这个诞辰这个 贺生日一下 大型的神教们 在广场前举办传统仪式 基隆藏心 吕师傅 农师团 带来精彩表演 也让在场观众 难得近距离观赏 那慈云市也是我们 基隆三大公庙之一啦 那一年四季都有在办 奖助学金啦 那还关怀我们 基隆市的弱势的团体 那今天是我们 观世音菩萨成道的正果 那君主也来这边参拜 那刚好欲逢我们凯米台风 那我也来这边祈求 让我们可以平安大家顺利 那可以大家没有灾情 顺利平安健康 六月十九也是我们 观世音菩萨得到的这个日子 那不管外面的风雨 不管是有点忽大忽小 但是对于我们 有诚诚信仰的信徒来讲 一定要来这边 来跟这个菩萨请安 祈福这个国泰民安 观音佛祖成道日 遇上台风来搅局 虽然绕近活动取消 但信徒依旧热情不减 也能近距离体验 传统宗教文化庆典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猛力一挥打击出去 选手奋力跑上壘 虽然心智上有缺陷 但是全力以赴的精神 以及打棒球的乐趣 和正常选手完全一样 运动平全 这是伊甸基隆区 在青督长青国小 为基隆区四处小作所的伙伴们 所举办的乐乐棒球友谊赛 也为伊甸在八月份 为全国小作所 举办的乐乐棒球赛暖身 借着今天呢 这样子的一个乐乐棒球的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可以让大家亲自的体验 打棒球这样子的一个乐趣 那也祝福大家 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和这个运动的一个结果之后呢 可以这个勇敢的 然后向我们这个锦标赛进军 包括基隆市议会议长佟资委 以及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昕 国立基隆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林子健 和国立基隆商工校长洪光贤 以及伊甸志工处处长黄雪香等人 都亲自出席参加 希望今天我们的这个棒球赛 可以顺利圆满 如果大家有需要任何的资源 我想我们政策上 既有训练会 或是我统资委 都可以来协助大家 我们一起把我们这份温暖 跟大家一起努力的心 留在基隆 我们一起永续发展 你知道说好不好 好 我们的活动都是我们很期待 而且能够让我们的弱势 还有身上服务有一个新的可能性 那在这里再次感谢伊甸的飞行 那祝福今天我们的活动圆满顺音 谢谢 议长佟姿卫 以及代表市长谢国良参加的 社会处长杨玉昕 先后为比赛开球 佟姿卫 佟姿卫直接跟选手们急掌打气 而行动不变的社会处长杨玉昕 则是停留在场边观赛 为选手们加油 伊甸在基隆区总共有四处的小座所 提供年满18岁以上 心智障碍朋友学习手作物品的场所 目前四处小座所的伙伴们 最年轻18岁 最年长的有53岁 伊甸基隆区也分别制证小座所的手工艺品 给议长佟姿卫和社会处长杨玉昕 感谢基隆市议会和基隆市政府 对伊甸小座所伙伴们最大的支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优先离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先 請 市長 妳被擋住了 啊 我來把它翻開 哇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会担心像刚刚的许月一样 想要进出的时候 结果都被盆栽都挡住了吗 我们7月1号开始 有一个盆栽整结的专案 我们将会用绿脚丫 来代替行人需要进空的空间 让您可以有一个更舒适 更安全的行人空间 请一起响应我们的绿脚丫 来代替我们的盆栽 盆栽摆放药 不妨碍交通 不自身蚊虫 不自造脏乱 为了我们的干净家园 我们的盆栽要整结哦 哇 这款酒好美又特价 刚好可以买来下周末的舞会上喝 等等 在网路 邮购 自动贩卖机 无人商店等地方买卖烟酒 没办法知道买东西人的年龄 所以是禁止的哟 什么 还要罚钱 一次有烟酒为医码贩售 可拨打检举专线 0800-867-890 还有还有 购买酒类时 酒瓶上有这个优质酒类验证的标章 就会更有保障哟 网路尽商烟酒 优质酒类验证有保障 鸡龙市政府提醒您 好除旧砖路整屏 鸡龙骑楼更好走 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 我们下半年在爱山路 阎山路 庙口商圈的附近 来推动骑楼整屏 让行人更方便 更舒适 也更安全 骑楼整屏 有爱通行 鸡龙市政府关心您 鸡龙骑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萨 以助身营养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此名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祭世度众 只想要健康舞 告诉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一心心二二 心二二 两一两 艺人安心雅应邀为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 大跳722凉血压舞 宣导18岁以上 国人养成正确凉血压的好习惯 注意自己的健康 而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 响应国建署政策也带着民众一起跳大力推广 呼吁年满18岁以上的基隆市民好朋友 一定要重视正确量血压的重要性 722量血压讲的是 一个星期要量7天 每次早上晚上要各量一次 然后每一次要量两遍 所以7天两次两遍 722这样子的口诀 根据一些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 比起去看医生在医院 在诊所的时候才量血压 如果我能够在家用722来量血压 这时候更能够预测我的血压 是不是有超过标准 是不是有被量好的控制 如果我能够在每三个月 要再去看医生的时候 做好722血压的量测 医师就可以帮我做比较准确的判断 帮我做药物的调整 这时候我就可以把握心血管的健康 不会进展到比较严重的心血管疾病 为什么要鼓励年轻人也要量血压呢 这是因为有高血压的症状 已经不是中高领民众才有 根据衛福部国民健康署的统计资料 台湾18岁以上高血压盛行率大约26.8% 推估大约有529万人左右罹患高血压 平均每4个人就有一位罹患高血压 因此鼓励年满18岁以上的年轻人 每年至少量一次血压 每次持续一个礼拜7天每天量血压 早晚各一次每次量血压各两遍 才能够获得相对正确的血压数据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上百只蝙蝠迎面扑来 翅膀声在耳边呼啸而过 群浮似飞相当惊人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从基隆市中山区大庆大城社区 也就是俗称大甘陵一带 有一条1928年新建完成 已经有97年长300公尺左右 将近百年历史 当年为了运煤的古隧道 称作大甘陵古电车隧道 地方级文史工作者都认为值得保存 因此由基隆市议员宋伟丽办理会刊 邀吉市政府都发处公务处及文化观光局 和当地和庆里长陈家和 中和里长苏才雪 和庆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叶景帝 以及部分地主的蔡大杰等人一起限地探勘 那这个隧道从1928年开始盖 那今年已经2024年了 应该有97年了 所以将近百年的历史 那现在就是说 台湾的一些建物遗迹越来越少了 那整条基隆到金山这条路线 有六座隧道 那目前剩这两座唯一保存最完整的 那其中有一座就是我们这座大干年隧道 所以说这边这个隧道实际上知道人也不多 真的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宝贝 它的最北边是到万木山 然后最南边到马寧坑这边 所以它的矿距快接近200万坪 所以正是我们中山区一个很大的骄傲 因为它所有的基隆港的煤炭或是焦炭 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个大干年的这个矿场运出去的 所以说矿场跟铁路都可以结合在一起讲 是这样的 光复后就大概没多久就废弃掉了 因为整条路线因为公路局开通以后 大家都坐公车了 所以这轻便支就没有人做了 所以光复以后那几年 大概民国四十几年开始 这条路就没有人在走了 然后慢慢木南煤矿在那边开发以后 那这条路线更是没有人在走 从中山区大庆大城社区附近 先穿越杂草丛生树林茂密 以及烂泥路段 大约十分钟左右抵达隧道洞口 之后在文史工作者以及专业登山人士带领下 一行人进入大干林隧道 封闭的隧道 期间经历过大大小小地震 包括921地震以及近期今年的0403花莲地震 造成隧道里面摊坊非常严重 虽然当年只能够提供所谓的电车通过 不过许多摊坊地点大到可以容纳火车通过 也造成上上下下 有时高达近70度坡度的路段 走得步步惊心 側着走 扶下面 不要扶上面 扶海扶的地上 照着走 当然隧道里面也可以直接看到煤矿层露出 鸡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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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个九节 由于隧道内久无人烟 因此也顺理成章 成为蝙蝠的棲息地 包括市议员宋伟丽和当地和庆里长陈家和 以及中和里长苏才学等人 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希望市政府文化观光局等相关单位先评估看看 是否可以争取中央文化部方面的支持 未来规划恢复这个隧道的可能性 他们就在讲说这边有个隧道 我记得这个隧道我大概在张市长的时候我也有来过 但是没有完全走完 那时候就发觉蛮神秘的 然后此次呢我就邀请我们各科室的 像文化局啊 还有都发处 那个产发处以及公务处 他们一起共同来会看这个地方 我想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一个隧道 我们的工作文史者应该要让他们看见这里 以及就是说让我们金融市市民知道 这是一个以前以往 就是通大五人跟那个中山区这边的一个清便道 那未来呢如果说我们的文字客 如果这边有经费的话 希望能够将这地方整个开发起来 让我们以后可以怀旧之外呢 又可以经过这地方到道人 我觉得只有短短的三百公尺而已 那我们能够借由这次的会干 希望我们文化局这边 能够来重视这一个地方的一个观光的一个价值 能够来发展我们戴岸岭地区的一个观光囊带 让以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假日休闲的一个好去处 我在这边二十几年第一次走到这个隧道 真的很漂亮以后 这边要开发让大家 实际上有一个秘箭 做观光石 谢谢 可以无常来借给政府来使用 我们要跟所有的家族 我们土地所有人 还要文会尽量 我们乐观集成 可是还要跟家族开会 然后经过大家的同意 隧道在安乐区的出口就在秦仁湖住宅区附近 根据了解中央文化部方面 去年曾经委托相关单位人员到七独有类开会 调查基隆煤矿历史遗迹 因此也燃起了中山区地方人士和文史工作者的一线希望 随着矿业没落 许多矿坑早已经淹没在荒烟漫草中 希望未来有机会让外界和后代子孙 也可以看见当年矿业的风华 以及仙人们过去为了家庭和生活冒险采矿的辛苦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一开口 纯净又嘹亮的嗓音 这群孩子来自玉山 山路各部落 首度仪师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出 吸引了上千名观众到场 穿着传统服饰的原声同声合唱团 带来多首经典歌曲 美妙的乐曲 让台下观众也跟着节奏鼓掌伴奏 听得如痴如醉 美妙的爱眼尘 原谅的爱飘破我的心 我爱我 我爱你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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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会同时邀请今年金曲奖最佳 原住民与歌手武士爱演出 表演开始前 市长谢国良特别到后台 和乐团指挥 马彼得校长会面 也向团员们加油打气 所以基隆能够邀请他们来 而且我看到今天我们基隆的 金曲奖的 基隆出身的原住民歌手武士爱 也共同的来参加 我们觉得非常棒 不像我们会办更多的音乐会演唱会 也会邀请更多的孩子 不管是这个族群 我们都会有更多好的表演在基隆 副司长邱佩玲全程出席 也到后台 和原生合唱团小朋友 来个相见欢 真的长大了 好在画还可以如实 因为我一来就认出他们 很感动啊 她是我画作的等于是我的模特儿一样 然后还是一样纯真 还是一样可爱 合唱团小朋友一半以上 都是第一次来到基隆 市政府帮小朋友们 安排了一趟基隆之旅 将走访正面浴缸彩色屋 基隆和平岛桥头后车亭 和和平岛地质公园 很期待因为都没有来过 成立15年16年都没有来过 有看过海吗之前 之前有看过 可是没有看过那么大的游艇 今天很开心可以请他们过来 最重要的是 他们从来没有来过基隆 听说他们要来的时候 他们很兴奋 那我们觉得基隆也难得 有这么好的表演团体 可以来到基隆 那最主要是我们 有原住民的活动 很希望跟原住民的活动 包括五四爱也得了金曲奖 可以合在一起 让基隆的市民 有不一样的感受 这群孩子在部落里面是 大概都是来自于 比较弱势的家庭 其实我们是照顾他们的生活 照顾他们的教育 那对我们来讲 合唱只是一个教育方法 不是我们的目的 那我们真正的目的 还是希望透过教育 可以让教育有机会 翻转他们的未来 这场音乐会 是基隆有史以来 最大的圆明音乐盛典 政府邀请了基隆弱势孩头 阿美族民众 与购票做公园的民众 共同享受美好的音乐饗宴 记者黄少民就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好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投资标股 卖向财富自由 卖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偶根的老师就成了十万哦 我刚车到人生第一场金了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 包你吧 只有十个名额 我要夹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1.5版诈骗专线查询